呃 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 呃 用这个精密红箱的一个使用教程啊 我们首先的话就是说 连接好电源之后 呃 然后把电源开关打开 电源打开了之后啊 电源电源支持灯 然后正常的一个工作 然后这是一个温控表 温控表的话 我们根据自己的一个要求啊 去设计一个温座 然后按这个键 然后我们这里现在设设设计一个 30 30度 按切这键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 然后 根据自己的一个事实要求 呃 设计好温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 如果说要用到计时啊 我们可以说 把那个计时器打开 计时器打开之后啊 这里选择单位 哦 选择单位啊 我们现在选择5秒 然后 把报警灯打开 报警灯的话就是说 一个预警动用 然后计时灯 如果需要用到计时器 然后我们计时灯的话也是要打开的 然后温度到了之后 它就会计时 计时之后 然后它就会报警 我们把那个计时开关打下去 然后 它就不会报警了 啊 因为我们现在设置的温度是30度啊 我们 设置一个 31度吧 现在也是 这里设置5秒 5秒钟 我们把加温开关打开 加温的开关打开之后 加温灯就会开始工作 好 温度到了之后 时间到了 然后它就会报警 然后提醒我们 然后已经测试已经完成了 我们啊 把报警灯打下来 就会把灯打下来 然后我们现在关掉 测试完成之后就关掉 啊 关掉它 然后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开关啊 我们 测试之前的话 把我们把样品放进去就可以了 如果 把 把 制好的样品放进去 把门关上 门关上就可以了